大家好 今天要做的是日常我最常用的化妝品 那就從底妝開始講起 底妝呢我都是用安耐曬的防曬乳 然後它是有一點顏色 然後防曬係數也很高46 那我覺得防曬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它可以防止眼肌膚老化啊什麼的 然後我也不喜歡就是因為日常嘛 所以不需要面具感太重的底妝 那所以我覺得一貫防有帶顏色的防曬就很好用了 那再來是眼影 眼影是戀愛魔鏡的 型號是BR792 那平常我都是用這兩個顏色比較多 你可以看到他們兩個比較傲 那這顏色呢我就是沾一點點 然後輕拍在上眼皮跟下眼睛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可以防止眼線暈 然後可以讓你的妝一整天都很持久 像我現在已經是晚上9點了 然後我的妝也是一整天就是這樣子 我都沒有在做其他的處理 對啊 然後 呃我通常拍完一點眼影之後 我還在拿一個小一點的刷子 然後沾這個白色 然後打亮著眼頭 做一點開眼頭的動作 再來講的是眼線筆 這個呢要推薦給像我跟我一樣眼皮比較沒有那麼有的女孩們 因為這支我朋友跟我說很暈 可是我就覺得他鼻心比較軟 比較不會就是不舒服 畫的時候比較不會不舒服 再來要講的是眼線膠 這也是我最常用的就是畫眼線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眼線膠很方便很快 用量又很省 這樣我差不多已經用了一個多月兩個月了 然後用量還是很省 還剩很多 然後他是Maybelline的 然後色號就是 有帶一點點亮亮的黑 因為他通常只有三個顏色 就是咖啡色黑色跟 好像叫新裝黑色 我買的是新裝黑色 因為本人比較燒爆一點 所以就是他喜歡這樣 Bling Bling的感覺 喔然後忘了講 這是Make Up For Ever的 然後買Maybelline的眼線膠的時候 還會有附一支筆 有一支這樣子的小刷子 然後 然後 再一個是 腮紅 有名的NARS 那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 用量很很經濟實惠的腮紅 對 然後我已經買很久 因為其實我也不常用 就通常就是 冬天很冷 臉上都沒有寫色 然後我希望 氣色看起來比較好一點的時候 才會使用 那 這個 型號是Orgasm 然後 然後 通常就是拿一個這樣子的 像這樣 寫腳刷 然後輕輕的從 臉 這個笑笑的地方 然後刷到 顴骨的位置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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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然後一次都不要 沾太多下手輕一點 會這樣子 烘 猴子屁股 對 然後 接下來 來 指甲 我喜歡這種 奶茶色的指甲油 他是 Skin Food 然後 型號是 BR608 然後 據我所知 Skin Food不太常 換他們的指甲油 所以現在應該還找得到 這是我去年買的 然後 會不會覺得指甲油擦完之後 怎麼都要那麼久才會乾呢 那這個時候就要用這種 快乾的 就是你擦完指甲油 你指甲油都弄好之後 也不用上Top Co 就是 就是這樣子 滴 一小滴 它很像試管 它滴一小滴在你指甲上 然後 你的指甲會乾很快 然後也會很有光澤 然後也很蠻持久的 像我 隨便 指甲隨便塗 然後滴完這個 都差不多可以撐個一個禮拜 它才會開始比較 一切啊 它脫落之類的 對 然後 嘴唇 那 我覺得呢 與其浪費很多錢 去買一支很貴很貴的 護唇膏 我覺得不如用這個 就是大家家裡都有的凡士林 因為 其實大部分啊 護唇膏裡面含的 都是PETROLEAN 那PETROLEAN就是 它 所以 其實你就是花很多錢去買 這個 再加上一點的其他的 廠商說裡面有的東西 例如說 是像防曬的成分啊 之類的 那我覺得 冬天這個 就是抹一層厚厚的 在嘴唇上 然後去睡覺 然後跟起來嘴唇就會很嫩 然後 比較不會脫皮 這樣子 然後 今天差不多是這樣子喔 掰掰